升马菜是很多香港人的freavorite 最近在旺角市游街 就开了一间很大间的 楼包三层 而且还有很多打卡位 未进店铺前 先跟大家介绍 位于店外固达六米的壁画 由香港艺术家金圣恩手绘创作 以马六甲殖民时期风格为主题 至于店内的装修设计 没有马来西亚感觉 不单有多幅摇款马来西亚街头 以及日常生活的手绘壁画 復古傢俬、凉野服饰等等的摆设 就连马来西亚昔日的铁饭碗都有 餐厅主持 希望还原出凉野的传统味道 前菜方面 推介大家必试这款叫做 《洛杂》的传统街头小食 其实它是虾酱蔬果沙律 另一款大推的是 辣督咖喱牛腩薯仔 它们的咖喱偏香浓野味 只有微微的辛辣 不吃得辣的人都可以理解 这款铁饭碗沙煲衣面 将炸脆的衣面放入沙窝里面 再加入蔬菜、肉片和海鲜 味道丰富 而且口感一流 当然不少得马来西亚名物巴生肉骨茶 它们的药材味没有一般市面上的干绿 反而吃到肉汁鲜甜味 店家就大力推荐这款 鹰花蝦肥仔芽菜 它们不是用一般香港芽菜 反而用短身又肥的马来西亚芽菜 很有口感的 而另一英喜推荐 是凉野醬花菜 特别在于它们自家调调的酱汁 微辣味又开胃 最后又怎样少得甜品呢? 榴莲控必试这款马来西亚榴莲介洋口多士 每一口都满满香龙榴莲酱大满足 提提大家 它们全入面秀加一 在市中心来说 这个价钱绝对是佛心的 下次去旺角找食 不妨试下这间铁饭碗咖啡屋